好 歡迎回到新一集的動漫漫歲 又是我阿森 女者 是 阿龍妹 我們今天也有團隊很有海豚 我正在有Dead or AliveX 你不要這樣爆別人啦 我就是不教私人 你知道是私人模式而已 因為你這種人嗎? 所以才會出電 我們去海豚 還有少少MMO經驗的海豚 雖然大家都有 OK 好啦 那我們先說回收聽方法 在Facebook上搜尋電腦 托實來找到我們的Playshow會定期更新的節目 另外還有YouTube頻道 記得訂閱 收聽 按鈴鈴 留意更新 另外還有Facebook綜合吹水區 跟MeV的吹水群組 歡迎大家阿森和Dead一起聊天吹水 另外逢星期五就會好像現在這樣開Live做節目 或者播放錄製的節目 星期五的晚上 星期六的晚上一般都可以和大家聊天 還有網台經營困難 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支持我們 包括Subscribe和Share我們的節目 還有有餘的 歡迎大家透過詳細的PlayMe和PayPal連結 課金贊助我們 一百幾十全落了你們的支持 是我們繼續努力製作節目的最大動力 多謝大家 好啦 那去到 又開專題跟大家聊聊天 對啦 那就...大家都... 如果還沒完完的時候 就是這些攝時間的節目 對啦 就好像這個 這個New Generation Stars 那樣 OK 是的 那... 什麼啊? New Generation Stars 接下來... 好看啊 對 你每個星期都要看著 究竟伊格尼斯 今個星期會不會被油 會不會被人解剖啊 哈哈哈哈 那會不會少了他的手呢 會不會... 我們... 我們見到伊格尼斯會越來越細分呢 對啦 為什麼他縮了水呢 大家一定要留意著 他每個星期會不會有什麼不同 一開始就沒有了 對啦 那麼我們... 沒有了一些字 對 那麼我們... 今次這個... 這個ACG的專題是說什麼呢 就是... 呃... 我說... 我們寫一個提示 ACG作品裡面的MMORPG主題的作品 這樣... 那這個... 對啦 那... 為什麼會有這條題的呢 就是... 也是在... 其他地方... 紮紮新聞那裡看過一些... 題目啦 那就... 再... 我們聊聊一下呢 就... 再延伸了那條題目去講 那... 先... 先講了那個... 原本的質資料先啦 就是... 呃... 紮紮新聞那裡就說 MMORPG衰退的原因 異世界小說呢 很喜歡用這個... 線上遊戲做設定的 但是為什麼現實裡面 現在已經... 反而就少了很多人玩的呢 這樣... 那所以就... 呃... 就是他們... 呃...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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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斷衰退的喔 那... 那... 有呢就... 但是... 又很多人講了不同的講法啦 就是... 包括... 你在... 你在...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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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在... 你在... 在... 要... 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才做到的嘛 對啦 也是要付出很多的代價 我想... 我想在... 都要很大的代價 也不是你想做就做到的 你真的要有這麼苦 也不是金錢可以對砌到的阿梅 那個情況 其實我還有東西想問的 其實現在MMORPG 做設定的作品都多嗎? 我印象都不多 其實呢 應該這麼說 光眼有動畫畫的不多 但是你只要一... 一按少許加霸 但是你一按進去 成為少許加霸 或者在毒死裡面就多到不得了 是 然後有些人就說 你要跑在MMORPG裡面做廢人 等於要在MMORPG的社會裡面 你要生存到才行 你為什麼要為了 逃避現實的社會要去投身 另一個社會 OK 所以我為了 我為了逃避現實的社會才打遊戲 但是MMORPG是另一個社會 我又要投身另一個社會 變成去了第二島上班 對呀 永劫輪會 永劫輪會 為什麼我不在現實世界裡玩MMORPG 人生Online 為什麼我不玩回人生Online 我就是寫粗人 我的職業是寫粗人 因為在真實的MMORPG裡面 你又玩不到小說裡面的氣氛 有些人就說 有些人就說 不喜歡MMORPG的原因就是 不是很喜歡跟人建立人際關係 還有就說 有些人就說 因為現在開始 因為要花前段 就是MMORPG 你要 你要捱過前段的新手期才開始有那個樂趣 那段時間 現在 對現在的人來說 無聊得令人絕望 那要 現在流行 這個促食文化的關係 其實就很難 要一些 現在的玩家捱過這個新手期 是的 以前有些遊戲是很興奮的 例如 點記 我玩一些韓式的網絡遊戲 它點記是有一個學淡成本 它一定有一個最優解 如果我點到不是那個最優解的話 你連合的那些時間 是有機會是白費了 是的 回不到最初的點鐘 那怎樣 怎樣 B 就是給錢 但我其實是沒有享受那個樂趣 他就已經問我拿錢了 是的 那這個就是那個角色天賦 或者技能表的問題 是的 是的 那 然後 這個就是這些質資料 那 都 那先講一下一些 背景先 或者 就是一件事情 或者 剛才有提 因為這則資料提到那件事情 就是 為什麼現在很多的 ACG作品 或者輕小說 就很多 用MMORPG做背景 那原因是什麼呢 還有 MMORPG的特質 和現在他們寫的 所謂異世界 或者 其他的輕小說 那個題材 為什麼會刺激到那些作者 會這麼常會拿來做一個主題呢 那 還有 用這件事做主題的時候 他們那個 分 會有什麼不同的寫法呢 還有 有什麼 好或者不好 或者 就算不好 都可能都很有標誌性的一些作品 做例子呢 我們今天就用這幾個方向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 慎房 有些聽眾是不知道 但我覺得應該大家都知道 即管說說 MMORPG的意思其實就是 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Role Play Game 其實就是 其實本身是RPG先的 Role Play Game先的 但是 後來有線上遊戲這件事之後呢 再加上MMO在前面 那就是 總之就是 大型 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 對啦 大型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 那就是 總之就是 很多人是 入一隻Game那裡 然後在那裡 一起合作也好 或者競爭也好 就去 去 在那個 遊戲的世界裡面 去活動 去做 去戰鬥也好 或者 做自己 做自己想做的事也好 過下第二人生 對啦 過下第二人生 第二人生 這個是Keyword 這個待會可以再講 那個這麼沉悉 那樣東西 其實是跟他 那個作品 為什麼這麼多人選 這件事做作品 是很大的 可以大聲一點 女生 對啦 對啦 這樣就 對啦 而最初有 剛才提到 為什麼開始 這遊戲 為什麼近年 MMORPG 可以衰退 有幾樣東西 待會我講這個遊戲 這種遊戲的特性 就會提到 就是 因為它最初出現的時候 它那個 你這隻 說到底遊戲 是 廠商精液遊戲 出來要賺錢 那那個收費模式 就很重要 那當年的收費模式 其實很多都是用月費制的 那 而它為了 蛤 或者 應該調轉了 是嗎 時間 根據我的 跟著我在香港的那個 遊玩經驗 不是 當年月費 遊戲都很多 最初 其實最初 最初全部都月費 最初是月費 所以一 金 金融又月費 古龍又月費 是 魔力又月費 是啊 它最初 有小時 按小時收費 或者月費 但是 它為了 讓你留在這遊戲 比較久 一般來說 月費制是會 比較值得 所以很多人 都會用月費制 因為 它要讓你長時間 留在這遊戲 然後那個可換性 所以這遊戲的可換性 要拔得很長 要拔長一點 所以它 那個 當年 現在很多人 經常在這遊戲 要有層淨感 層淨感 其實當年 就是為了 要令你 穩定地 去用這個 保持月費制 去做 這個月費 繼續給它 所以 它是要做到 那個世界 是要令你 很沉迷 很投身進去 然後 然後你是會 願意花很多時間 去 去 去建立 你的角色 或者 在這個世界裏面 做你想做的事 所以其實 消費模式 也都多少影響到 他們設計 遊戲的方向 當然 後來 這個 消費模式 改變 也有影響到 遊戲的變化 後來 好像 海豚組 後來 開始多了 免費 多了 入場免費 的遊戲 然後去 用其他方式 來收你錢 那 這種 收費的方式 也都影響到 對那些 遊戲的設計 那 也都因為 入場免費 後來變成了 主流 結果 月費 的遊戲 是難生存了 由那個 那個 入場免費 但是有雙城 或者要另外 有些東西 課金的 那種玩法 也都令到 遊戲的生態系統 會有改變 就是那種 大家都 大家都有 同一個起點 然後 是你 肯不肯花時間 或者大家有 同一個 同一個 升級 或者變強的方式 是差了你肯不肯 花那麼多時間下去 那 但是 然後就變了 你肯 你 都沒有辦法 就變了 你肯 給多些錢下去 去捕你的角色 你的角色 就會比別人強 那樣 就是所謂的 Pay to win 就變了Pay to win 的模式 那所以 特別是韓國那些 那些 又不要說到 超能天 他首先要不要爆 首先要強化 失敗 哦 是呀 付錢也有機會失敗 真的很瘋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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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一些強化 韓國底的網路遊戲 韓國遊戲 是強化裝備 然後又會爆 然後你付錢去買 防爆 但是防爆會 強化 你下降了防爆 然後強化會失敗 然後你沒什麼防爆 你又要就去買 還沒有籌補 那一刻 給錢都贏不了 給得不夠多 給得夠 因為最初雙城 我印象中最初的雙城還是買武器 道具 去時裝 讓角色變強或者變漂亮 但後來雙城是再變化 幫你加速去做某些行為 很多人經常說沉浸 其實是做那些繁複的工作 包括採集 伏木 捉魚 打掛以外的準備工作 其實理論上是沉浸感的一部分 但是後來這個遊戲消費方式轉變的關係 或者大家要求一些東西要快的關係 這些東西開始 skip過它 或者想令事情變得簡單 那其實就會... 好的就是大家會快一點完成到那個角色 那就開始享受到這遊戲 那個時間的流程沒有以前那麼漫長 但是所謂大家很想要的那種沉浸感 其實是多多少少 因為這些東西流失了 那又也都... 也都... 就算無論怎樣加速都好 MMORPG始終都是說要升lay 升技能 然後花時間去裝備 砌好這個角色 然後再找朋友一起組隊去打副本 其實這個...無論怎樣加速到好 這個游換的時間其實都是會長 怎樣都不會短得去哪 但是去到現在 我們之前幾集提到的 這個...無論加速世界也好 加速世界也好 加速世界的情況也好 就是... 大家對那個... 所有東西的要求都要快 要快過以前 所以...而MMORPG這個游換的方式是... 是很難再加速下去的 例如... 即是現在...他們之前想到的東西 其實已經快了很多了 但是其實... 怎樣都好你都會相對浪費多了很多時間 都是會浪費多了很多時間 都是會浪費多了很多時間 為什麼會現在... 就是浪費多了很多點擊就送嗎 是啊 點擊就送就沒有意思了 所以...到最後現在一個... 現在... 都還有一些... 都還有一些... 遊戲... 有些公司是... 是整理到一些... 都還保持到多人玩的MMORPG 但是... 但是你說整體整個遊戲的類別 其實就... 是... 的確是... 是沒有以前那麼多人玩的 對啦 包括我們 我們都...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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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得到那麼多時間下去玩啦 那... 就是... 例如... 例如... 我覺得是... 我自己... 就是海豚他們推薦我它有... 所以我有玩過一段... 很短很短的時間 但是... 你真的感覺到它是為了... 使得大家很friendly的入門 其實它真的花了很多功夫下去 對啦 欸... F14... 是的 它特別點 比起其他網絡的遊戲 是 我覺得他的故事其實有一部份是單機體驗 他成功的原因是他包容各個態度的玩家 例如我想玩完單機看完故事就算了 這樣也可以的 都是很友善的 又或者我想長晚他也有很多的內容可以滿足給你 或者你在一個高難度玩家也好 或者在一個普通玩家也好他也滿足到 這個就是F14成功的原因 所以要設計得好 平衡點要設計得好現在才可以生存到 如果你質重一邊也很難 現在也很難生存下去 還有剛才女姐說到 MMORPG其實是 以以前來說大家會稱為是第二人生 其實這件事是不為過的 因為可以講一下一些例子 給大家看一下以前的MMORPG 為什麼會說到是第二人生 或者有些人打遊戲打到上班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就是因為以前的MMORPG 是很要求玩家之間是要建立到一個社群出來的 很多東西都是要玩家自己去 不同的玩家去就職做不同的職業之後 互補大家一些需要的東西 然後建構到那個社區出來的 比如一個我比較玩得多的就是魔力寶貝 魔力寶貝是有生產的職業的 而生產的職業是有很多種的 包括是最基本的素材的職業 即是劈樹的 劈樹的掘礦是兩種職業來的 礦工是一種職業來的 然後分得很小 然後當你有製造系的職業 即是那些整劍、整工、整甲的職業 然後如果你要有寵物的話 你要有封印師職業 即是專負責 即是逐端Pokemon回來拿去賣 因為它設定到如果有那些厲害的寵物 你基本上要封印師才去封印到的 然後才有戰鬥系職業 而那些漂亮的裝甲 漂亮的武器、漂亮的裝甲 基本上你找NPC是賣不到的 基本上要玩家弄那些才比較像的 所以你一定要跟玩家賣的 那些東西 還沒計算那些寶師啊 那些解debuff的一些職業 那些是呢 還有你回血呢 你回血呢 你回血呢 你每次完 你完結了戰鬥之後呢 其實那一行血都是照扣了的 所以你要拍藥或者是 回去城那裡找人醫治的 但問NPC NPC給 你問NPC那個收費呢 是貴的 那所以呢 也有些人呢 在街上說我幫你回血一次收多少錢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當年玩的時候呢 就是 在法蘭城的東面和西面的醫院 就是一個市集來的 就是一閘 一閘 是走不到路的 對 你是不知道自己人在哪 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還有厲害的 有時候會厲害的 厲害到你 你都走不到 你可能不是想逗留 不是想買東西 是想穿過去呢 是會來得到你走不到 我剛好 我剛好傳回城 他跟我在東伊那裡出來 其實我不是要去東伊 我可能是 我可能是要去黃城那裡 我要去3點0那邊 但是 我回城那一刻是回了東伊 大哥 我銀行提款 塞到我走不到 就是這樣 然後 他們就會叫賣 那些人就會在那裡 這個就是封印師 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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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真的會擺檔 就是擺幾隻自己 抓出來的那些漂亮的東西 就擺在那裡 show off一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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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武器那些 就show off不到武器 但是他會 他會打 打 一直在發言 就說你知道他有什麼武器 大家想要就 PM我 那就大家聊 然後 寵物也是 掃殺人 對 那結果真的要講價 還要你排隊跟他聊 喂不是你太貴了 收便宜一點 喂不是吧 蛤 我打得 我做得很辛苦 你不是要 你不是要 你 對 這個我 我 接受到最低的價錢 對 就在那裡吵 然後 然後 有時候 真的可以 如果你進到醫院 在一個醫生的NPC旁邊 就會有一個人說 我 收多少錢 替你 替你補血 或者解debuff 那 都是會有的 對 所以 基本上 是要玩家之間的互動 才可以 撐起到那個遊戲 或者才可以 令到 令到 副本的進度 可以推到 因為 因為沒有了生產系職業 那些戰鬥系那些 靠低級裝 一定會很糟糕 一定 一定 一定打不到 所以 是 整個社群 是 好 真是一個社區 真是一個社區 去運作 那 魔力寶貝 基本上 是不可能有動行玩家的 有 沒有問題的 你不 好像 市集買的東西 在 東衣 西衣 或其他地方 然後就走到店鋪 因為它通常 會放寵物出來 然後寵物的名字 就是它的貨的名字 譬如 你要買 買料理的 因為 補MP是要吃料理的 是 你生產職的那些 那如果 你走到廚師那裡 然後他就寫到 壽喜燒 不知道多少 一套 多少 那你就走過去 跟他們說 我要多少套 然後就開個交易畫面 然後交易給錢 然後這樣就走 這樣 就是當是買東西 是 你可以讀行俠的 沒有完全 你可以不早 打架 你可以 打怪 你可以讀行俠的 但是你身上的裝備 或者補 補 血 或者補MP的道具 基本上要在玩家裡拿回來的 因為你問MPC 你拿不到漂亮的東西回來的 所以那個 就是 你也是 未必不需要跟其他玩家交流 對 對 你的戰鬥上 你可以是 獨行俠 但是你 你生活 收集道具那邊 你基本上 都脫不得 要跟玩家接觸 這件事 對 所以就是 這個也是當年 魔力好玩的地方 來的 也都是 如果現在來說 會是覺得 人們可能會覺得 是很麻煩的地方 對 除了魔力之外 還有 譬如 魔獸世界我沒有玩 但是 聽 聽人說就是 因為那個 他們那些工會 和大家打的時候 是很投入 就是自己 自己 有個人設落 那個角色 就是他真的很投入 那個角色 然後 魔獸世界 魔獸世界 我聽得多 那些分裝不運的新聞 然後 工會說 有玩家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 外地的直播玩家 是因為 是 是 他不是 那個角色 就是 那件裝是珍貴的 但其實 不是他的職能 需要 可能 那件裝是彈劾的 但是 他作為一個刺客 他想要 是 所以 他那個玩家 叫無人風 是 是 你們可以去找一下 他的故事 他本身是 中國 暴雪在中國運的 那個 那些直播 那些很出名 那些魔獸玩家 是 但是因為他呢 他去騙人家的裝 那名字 臭到暴雪 直接炒掉他 哈哈哈哈 那件事很搞笑 那件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是 是 所以我聽 我也聽過一些 就是玩家之間的衝突 或者是那個 工會之間的衝突 就是 你是想像不到 就是我們 就是 我想現在很多人來講 所謂的工會 群組 那些都是 手機遊戲 看到那些 但是當年來講 是真的 真的 有個勢力 去 就是 誰是大 大的 派別 哪些是 你自己的工會名字 會嚇到其他玩家 退卸三分 呃 都有的 其實 其實都會有的 所以是 是會玩到 叫做聖騎士團 那些人 是 說聞騎士團 一聽到就是 為什麼他會寫出來 因為當年是真的會這樣的 所以他真的有 有現實參考 那 還有 還有 魔獸 那種 要很多人同時去打一個副本 還有那個 打到廢寢忘餐 那樣東西 真是第二人 大家可以 如果想 看一個具體一點的例子 可以 收拾其中一集 好像整班魔獸世界 去打一個 整班一起去打一個 用 玩 玩 玩外掛的 仆街玩家 整班一起圍他 那樣 整班 廢寢忘餐 去 對著電腦 不斷瘋狂地打 都是 就是 為什麼說第二人 這件事呢 可以補充回 剛才無人風的事件 因為他直播去偷別人的裝 去抽走別人的裝 是有什麼 很多人看到的 有紀錄 對 那這樣 魔獸 那其他看不過眼的 PVP玩家 就是在遊戲中追殺他 他一復活就堆壞他 不停地殺他 魔獸世界警察 原來有很多大盒 是啊 他總會有人看不過眼 這個就是 當年的玩家 生態圈的東西 有壞人就會有些 有壞人也會有些 露見不平 對 大家都推薦大家去看我全貌 因為我這樣簡略都忽略了很多細節 是啊 然後 咦 藍哥 是啊 藍哥 剛才說 聽到我們說MMORPG 就想進來 聊兩句 你先準備好 你待會再出聲 我們繼續趕著 那 所以那種沉淨感 就是 一來就是 因為你會花很多時間 在遊戲中 二來 因為遊戲內部 玩家之間的 那個生態圈 那個經濟圈 又 又是 日積 花時間 大家整個素沙的甜蜜 逐步 build up 所以 當年的沉淨感 甚至乎你覺得 裡面的角色是你的第二人生 這個東西 是這樣培育出來的 我家家教和環境都比較 因為家教和環境都比較 網絡環境也不是相當之好 浸不到那麼多時間 所以就不太接觸到這些MMORPG 其實就不太接觸到的 接觸到也是 回去神州大地親戚家裡的時候 才會有機會 就是 聽聽聽到的 所以 夢幻西遊 穿越火線 不是石器時代 好像有隻Gang 好像有隻Gang叫做石器時代 是啊 是呀 石器時代很久了 是啊 南哥 我最有印象就是玩石器時代 因為 你說回我自己接觸 都是朋友 差點說大壞 朋友朋友 帶去玩 然後你說的石器時代 是其中一隻 當年網吧很流行的 一隻 一隻 玩的東西 因為那時候 石器已經有 掛網這件事 就是 有些人 是用一些程式來掛網 但是 那時候 我記得 如果真的是大型宣傳 而我真正正正在接觸的 MMORPG 真正的MMORPG 第一隻 我記得應該是金融卻入傳 嗯 但是 那時候是宣傳得很厲害的 就是以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網龍 那時候是 做代理的話 都是 宣傳得很厲害的 然後 我接觸的 已經是石器時代 再來就 因為石器時代都是 同代理 和差不多的設計 然後就是 魔力寶貝一些 但是 那時候 中華地區的MMORPG 是真的很成功的 嗯 嗯 嗯 也都 也都是因為 升這升技 那樣東西 令你 你玩的時候 不自覺就會花多了時間下去 然後 也都是 就是 就算 就算你做不到魔力 這樣 但是你多多少少 其實你真的避免不到 要跟玩家接觸 你是避免不到 要跟玩家有交流 所以其實 所以 所以 MMORPG 就是你另一個的社群 那種 對於 這個遊戲的 沉迷 除了是 那個遊戲性之外 就是 就是你在這遊戲裡面 建立到的 那些人際關係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元素 就是這樣 有沒有取代了 本身在現實世界 想跟人 建立關係 那樣東西 又未到取代 但是你有多種 多個 多 有另一個圈子 除了現實 它是另一種形式 對 是 叫交流 對 多了另一個社交圈 但是這個社交圈 不是 不是在現實那裡 你是在遊戲裡面 完成到這件事 而且我那時候 是 清光清光 是 而且那時候感覺到 是那個 接觸是比較直接的 即是無論是 所謂交流 或者是 所謂對敵 因為那時候 會有很多PVP的元素 紅色玩家 一街都是 是啊 即是無論是 一些PK 或者其他東西 你那個 confrontation 是很直接的 即是 我真的上去 交流交流做 我自己任務 自己做任務 我真的做 紅色玩家 真的做PK類的 即是無論是哪類型的遊戲 即是無論魔力也好 或者是一些其他不同的MMORPG 甚至去到什麼以前的天堂 或者其他東西 這些都是很直接 就是說 我進去做社交 即是埋堆 做工會 然後出去打人 等等等等 就是這樣 嗯 所以就 是 是 所以真的 大概是第二人生 這樣 那 而 剛才的資料就說 為什麼現在這麼多MMORPG 這麼多MMORPG 做題材的輕小說 或者ACG作品呢 因為 其實剛剛好 就跟現在ACG的那個 創作的一個 一個 一個趨勢 是 剛好 有符合到的 因為 現在 其中一種主流 就是 我們之前也提過 就是 異世界 或者是這個 即是異世界 是其中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題材 但是那種趨勢就是 因為 對現實很多 的不滿 而 令到你 希望 可以投身到 另一個世界 有一個新的人生 的 這種想法 那 MMORPG 正正 這種第二人生的 想法 其實是 這種第二人生的 這種情況 其實是很 正質 是契合了 是契合了 而 重要的是 MMORPG 雖然現在 是少了 但是 它 這麼多年歷史 流下來 其實已經變成了 其中一個資料庫 就是 我們之前提過的 資料庫的理論 它就是其中一個 很大的資料庫 你在這個資料庫上 提取一些元素 用來創作你的 你的作品 也是非常之 便利 便利 非常之便利 所以 所以 為什麼MMORPG 會是其中一種 變下來寫異世界 或者寫龍浩天 或者其他青小說作品 或者其他青小說作品的一個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經常都用來做的 題材 就是因為這樣 還有 你剛才說的 資料化 系統化了 你就算 現在 所謂MMORPG 都是一個 所謂 比起其他 遊戲 genre 來說 可能比較 沒落了一點 因為 十幾二十年前 它真的是一個很主要的 大家開發商會做的 遊戲 因為一定賺到錢 是 但是就是因為 過去了十幾二十年之後 大家 對於MMORPG 你說 我是一個MMORPG 去惡王 打亂來的遊戲 你已經知道 那些人是會做些什麼 嗯 那在 作者的創作上面 可能會 一會兒 我們說的作品 會有不同方向的創新 或者創作 但是你知道 我去 所謂工會 一個什麼事 去打怪一件什麼事 大家已經有個知識了 就算去到現在 可能是手機化 就是MMO手機化 或者是變了另一個形式 但是 MMORPG 這件事 其實還是一個 很常見的遊戲 的genre 亦都 大家知道 是一個什麼事 你不需要 可能比較上 直接一點 就是你不需要 再去創一個 一些東西 來解釋 世界觀 而是你說 是一隻MMORPG 那大家就預期有什麼東西 是 大家有個共識 方便了 減少了時間 是啊 最近有一隻 騙錢的 爽司遊戲都說自己是MMORPG 開放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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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因為大家都明白 是啊 他就這樣說完 大家就感覺到好像很厲害 結果這遊戲完全不是那樣東西 那就 不提 不說那麼多 他說 那間廠不是接了嗎 那間廠 最後是不是已經接了 是啊 接了 接了 然後他現在說 一月收傷 小聲 沒有兩層 對 那時候補充一點 雖然不太有關 那個騙錢喪屍的工作室 那些人 就是他銷售條件 他是請了一些志願者去幫忙 然後那些志願者問那些製作 那間工作室的人 你這遊戲應該是撤離的 玩法 不是MMORPG 但是那個工學室沒有正面回應這個問題 他們繼續用MMORPG 招搖撞片 但這個例子證明了MMORPG 還有那個 在大家心目中已經 那個吸引力 雖然沒有人有時間去玩 但大家其實是想玩 但只是大家沒有時間去玩 是啊 所以他才會用來招搖撞片 對 這樣 所以 都是 所以 他成為其中一個主要的創作題材 都是有歷史的因素 對 那 Peter 補充 就說 魔力 去到後期 你打牛大那些 你就不能做獨行玩家 因為那個局 你要組隊 那 你想說過海洞都已經要組隊 也是的 不是過海洞 打樹佬已經要組隊 其實都有些 其實他有時候很行性的問題 就是你打紅日 你打紅藍 還是海藍 那樣 幾十隻紅磅在旁邊 你獨行玩家真的蠻蠻 其實就是 而且 因為是時代 還有那個溝通 就是我們現在有Discord 或者其實當年都有一些溝通的元件 但是 魔力是一個 是很 社交性 是很 他某程度去逼你 要用文字和溝通 就是組隊或者其他東西 所以那個互動性 跟其他遊戲 我覺得是很獨特 當年 就是現在就很平凡 但是當年來說很獨特 是啊 因為他 是Peter這個都說得好 因為他那個交易 他沒有擺檔系統 就是他不是 他不是那個人可以掛機開個檔 然後 那些人可以按入檔 到 剛剛就可以按個按鈕買到 他是真的要 兜口兜面 跟那個人聊天 然後開個 玩家和玩家之間的交易系統 然後在那個交易視窗上 看到那件貨 然後 等買家驗完貨OK了 才按那個確認交易 來正式交易 所以 我在這個交易 我以前玩這個阿爾之光 的時候 他有一個叫做坐兵機的系統 是 那就要扭那件外觀裝出來 是 那我就有一件外觀裝想買 是 然後我在公坊上看到有人說 80gash 點卡 現金都是80元 是 你們放吧 然後我問他 他跟我說100元 行不行 我真是屌你老味 坐地起駕那個 那個 那個 劣根 已經在online那裡 滲了出來 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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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你進去 這個就是第二人生的 不好 有時候 這個社會很兇業的 也是挺有趣的 這個經歷 這個第二人生不一定很美好的 但是其實是 變對這個社會空險的經驗 原來是online game裡面已經提出了 是的 就是 剛才我們說到 互動 互動 是一個中性的字眼 是 包含你會撞到那些混蛋 所以我想 為什麼都 多 是用MMORPG 來做一個改編的 topic 就是好像剛才我們說 一些 就是互動 無論是良性 就是 我都試過在 不同的MMO裡面 是遇到一些好人好事 但是 同樣地就是 你會 因為那件事很純粹 你有那個匿名性 我也都見到很多 很惡性 或者是很 人類 就是人類惡 那種東西出現 是的 所以都會 為什麼是改到作品 因為大家都知道 是啊 我是會在裡面 遇到人妖 會遇到騙案 會遇到被人騙錢 等等等等的事情 是的 Andy就 說了一個例子 藍哥 你們之前有提過 EVE那件事 是的 其中一個第二人生的例子 為了 為了工會之間的 戰鬥 玩到去派 女玩家 去食友 對面的玩家 寶貝你 是現實 是現實 現實 變成好像是 真的有親密關係 然後 在一場很重要的戰役裡面 利用這個間諜 來提供這個資訊 令到他那一場的戰鬥 可以 因為他有系統 是打輸了 都可以 可能是有一個 逃走 他是在捉緊的時機 連那個逃走 都搶了 搶了 一下子 這樣 是的 所以 這個第二人生 是影響了你第一人生 我怕玩出這個冰獲火之歌的感覺 是的 是的 所以是可以去到很瘋的 這樣 是的 那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 潛伏在我身邊的 你會背叛了我 我不是背叛 我一開始才是為了 為了這個PVP 所以我才在你身邊 嘩 不如拍戲 還是這件事 對了 就是這樣 有張力應該挺好看的 OK 那我們講了很久的遊戲 我們講一下 講一下 ACG作品那邊 那 其實 在創作方面 其實都有幾種方向的 那特別是 雖然有MMO是一個主要的主題 但始終 如果在輕小說那邊 現在的話 二世界會是一個大宗 那當然都會有一個 純粹以打機 或者純粹以玩遊戲 純粹 那個世界 因為他的 他的作品 是以玩遊戲 為最大主題的 那個 的 方向 都有不少的 包括 就是認真 我分了就是 認真 Hardcore 打機 那類 還有一班人很輕鬆 純粹為開心打機 都是會有這兩種的 包括有這個 現在的新版 就是 香格里拉 開拓邊境 那就是 極Hardcore 打機 那個主角 玩到 玩到 整身 沒有裝備 然後 什麼 數值 傳點 攻擊 和敏捷 就是 被人說他脆皮 一碰一下 就死了 他就靠 靠靈敏 以及 靠自己 之前打開 垃圾 一路打開 垃圾 遊戲之間 那個 只剩下的經驗 反應 就去挑戰一隻 很難玩的 很難玩的 安打遊戲 那 那 加速世界 加速世界 我也是認真打機的 他們是 不好意思 差一套很重要 對於電車來說 很重要 一套作品 就是這套最強言者 它本身是異世界 但是MMO的意識 已經 那個作者對MMO的意識 已經是一套作品中的作品 對 還有我們是看了大半的 對 我們應該放進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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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說 可以可以 對他演者 那 然後 剛才提到 加速世界 加速世界 我也是認真打機的 他們是認真想怎樣拆對面對手的招 還有 多少干擾到現實 就是那些 為了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Bring Brust的點數 去搞到 在現實之間 都搞到有些衝突 我覺得算是 GGO Bring Brust的點數 對你的第一人生 都有幾重大的影響 對 所以都會影響第一人生 都是為了 為了 為了 對 為了 這些原因 就很認真打機 GGO GGO 也是 GGO 就是一班 時主那一套 不是說 不是穿越的 GGO 對 有軍人拿來做 做實戰模擬的 對 沒錯 但 怎麼 為什麼笑得這麼壞 他好看的 OK 好 那我自己也做了 但是 我有想法 他扔Smoke Granite 那一刻 很好笑 但是你說GGO外傳 他真的 他真的 是很 因為 跟剛才我們說 鄉海 和這個 加速世界 都是 他很集中在 戰鬥系統方面 如何去精進 GGO 我覺得時宇是厲害的地方 就是 穿完那個 寫 一個GGO 好像很 不知道怎樣的系統 他可以在裡面 去發掘一個 比較正常的 是 我挺深刻印象的 那個 那個 死了的玩家 是因為 不是可以破壞到的 object 然後就拿來做 擋箭牌 這個系統 是 挺令我 經驗的 就是那個寫法 我還記得 經歷了這麼多年 那個 打機 就是那個 要認真到 去抓那個 遊戲裡面的一些 系統 來去幫助你 去打 去做那個 對戰 那樣東西 那麼我 Hardcore的打機 就是這些 那 開心打機 類都不少的 比如我們最喜歡的 阿梅 阿梅 怕痛的我 把防禦力點滿 就對了 那 阿梅那裡 就是 就是 剛才說 想做到阿梅 那樣 你是做不到的 你付錢 都做不到的 你課金 都做不到 這樣 那我要做黑 來欣 不是 赤色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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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些機會 但是阿梅就不用想 阿梅就不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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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梅也不用想 沙里也不用想 沙里也難一點 沙里也難一點 但是 雖然 他們那種強 或者那種 腐軟地 拿到很多 UniSkills 是很抽離的 但是 他們玩遊戲的 心態 反而就很 令到人有共鳴 那種就是 那就 享受這遊戲 打 跟PVP的時候 就全力去打 打完之後 就 繼續 都是Friend 那種 玩家的 那個心態 就是那種 輕鬆玩家的 那個心態 其實是很拿到的 如果你說 阿梅 我覺得 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 除了阿梅 跟這個工會 跟其他玩家之間的互動 他特別之處就是 玩家跟這個 營運方的活動 就是營運方 會想 什麼的方法去 去做一個活動 讓玩家去享受 這同時 也都要跟阿梅去活動 哇 死了 這次要怎麼做呢 怎麼 對 怎麼去修北呢 然後又要 我要想 一些可以專門對付阿梅 而不可以超越 系統規範的東西 這些都是一些 很有趣的東西 都是一個 創新的方向和寫法 對 然後 開心打遊戲 所以今季都有一套 就是 大叔的MMORPG一記 大叔呢 大地呢 都是 是一個 其實他是認真玩的 但是 因為 他的身份的關係 因為他是一個上班族 每天 每晚 就放工回到家 只有幾個小時打 所以 他就 他就 很清楚 他說 我怎麼都做不到Hardcore玩家 我也不想他做 所以 我設定到個角色 古靈精怪 令到人 不會特別想跟我組隊 我自己 在遊戲裡 走走走走 玩玩玩就算了 但是 他講就這樣講 但其實 到他玩的時候 其實他很認真地玩 包括 他最初 設定到個角色 搞不得八 即是有弓箭 又用一些很弱的風 在那個系統裡面 很弱的風魔法 那 那他 但是他就 自己 在這裡鑽研之後 又被他 砌到一套 砌到一套 很厲害的打法出來 那 然後 他本身 想享受這遊戲的時候 做那些 選擇那些 攀任 或者那些 弄藥水的技能 去到後期 隨著這個遊戲版本的更新 那些技能 反而變得很重要 那 那 這個是他其中一個 我挺喜歡的地方 就是他有 保持著說 遊戲一直保持著 那個版本有更新 而那個版本的更新 每次是會影響到 玩家之間的生態 那 這個是他其中一個 我也是一個 幾寫到這件事 的地方 但是 但是到最後 大地雖然說到他幾 當然都 少不了 就不太天 那種 他寫寫下 就寫得他很厲害 但是他心態上 仍然都是 輕鬆玩 還有 他會有 他會有 認識到朋友 他會跟他們有交流 會幫忙 但是 他始終都沒有加入工會 始終都沒有 沒有去 長期黏住一幫人 他始終都是自己一個人 在世界上自己享受 這樣 這是另一種 輕鬆玩家的例子 還有這個 線上老婆不可能是女生 這個是我說要加進去 L要加進去 阿子 因為最近這兩個月 他就出了消息最後兩集 雖然我還沒看完 但是 剛好今天說起 又可以 我最近又在看 又可以說回 就是 阿子 他們都是 但他們簡直是RO 就是 MMORPG 最開頭那批 的 就是玩的東西 是最開頭那批 遊戲 因為阿子 他們就是玩RO 然後 他們 玩起來 你說他們是不是不認真 他們不是 他們很認真 跑活動 很認真去 去 打工會 戰那些 但是 他們 是不是去到認真 你說是GGO 那些 又不是 他們是開心玩 但是 玩得來 他們又會說 不是呀 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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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 game 是我們的 的 的 生活 已經是 因為他現在最後那一卷 最後那兩集 他說 就說 這隻online game要結束 只剩一個月 即公佈的時候 就已經說一個月是我們結束的 收回去 然後他們就開始說 開始就說 沒有這隻online game 我們平時怎樣 我們平時要做些什麼 我們平時放學就是馬上衝過來 課外活動 課外活動 那個 班房那裏 開機打 之後 在這裡打完 打到要離開學校 然後回到家 又是開機打 我們的人生 我們的學生生活入面 無時無刻都是和這個遊戲一起的 如果這個遊戲結束了 之後 我們有些時間要做些什麼 我們放學之後 我們放學之後 可以做些什麼 回到家可以做些什麼 然後 這個時候 貓機就會 不是做功課 上課 讀書 好嗎 你可以溫書 的 貓機老師就 很正面 你溫書 但是你是學生 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唯一一個理性 唯一一個理性 就是貓機 對 但是 他們 就是 學生打 online game 就是 會這樣 跟我們當年熱衷玩 魔力亞 那時候 或者其他 online game 那時候都是一樣 然後再加上 就是 雅子他們有什麼好 或者他們 套東西好 好在就是 他們在打機的同時 因為這個遊戲 已經取代了 已經是他們現實生活的一半 然後他們在打機的同時 也是同時 在進行他們的現實生活 也會變成 譬如 譬如 雅子 和雅子 在遊戲中認識了 路西安 怎麼知道 第一 我想著 大家玩 online game 結婚 對面反正都是男人 來的 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在演自己的角色 怎麼出動又 神經病 這個真的是女人 然後就 蛤 蛤 你說是我老婆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有沒有打機打上樓 你有沒有打機打上樓 在遊戲中 你是我老婆 現實世界 你不是我老婆 怎麼知道 最後現實世界 就真的做了他老婆 還有他開那個步 我覺得也是一個 挺有趣的 就是他們真的幾個人 好像以前 我跟朋友一樣 在網吧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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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著大家的溝通性 和互動性 是會更加好的 當然 現在大家可能會在Discord 或者其他地方 去做語音 或者遊戲中 但是 他表現的那種就是 互動 令到幾位角色 有不同的感情 和其他事情 看頭幾集 動畫是真的 真的好像題目一樣 沒有可能的 沒有可能是這麼好的 沒有可能 怎麼會我上網 認識三個 兩個男人 一個女人 怎麼會出來 三個都是女人 有什麼可能呢 怎麼知道他真的有可能 這樣 但是出來之後 他們的東西 以動畫化 有動畫版的範圍 裡面來說 他也是有很多 以前我們玩 網上遊戲會遇到的問題 例如你說 路西安被人偷AC 然後被人改密碼 然後 雅子上 網上的時候 會看到 偷了路西安AC的路西安 在那裡 然後 又或者是 要幫朋友 突訓 一起打個機 那麼久 然後 哇 原來你連出大回復 你都不會出嗎 然後就要幫他突訓 因為不突訓 就不能 就贏不了 那個活動 就沒有獎勵 這些是很現實 我們真的有玩網上遊戲 會有遇到過的 或者是發生過的問題 就是 雅子 整套東西 人際關係 是很不現實 但是 但是 關乎網上遊戲的時候 他們就會有很多 是現實出現過的事情 就會拿回來寫 所以你看到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是以前的年代 是這樣的 是 就是 就會有這些 嗯 所以雅子就是 一套 他寫MMO 也寫得好看 同時間 他寫他們 路西安 他們整班 那個 那個 透過打機 去 那個友情的進展 都是寫得好看的 嗯 是 這樣